好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来介绍这个运动的分类 所谓运动学就是一种运动的分类学 那一般来讲运动大概就分成这两大类 其中一大类是等速度运动 但是等速度运动一般比较不容易见得到 那另外一种比较常见到就是加速度运动 那加速度运动里面有一种叫做等加速度直线运动 这是比较常常见到的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那个飞机要起飞之前 它就是开始慢慢的加速 那加速到一定的程度 这个飞机就可以开始起飞了 那这个运动的特性有两个 第一个它的加速度保持不变 所谓加速度我们上一个单元曾经介绍过 就是每秒钟它速度的变化量 所以它的速度持续的在增加当中 而且增加的量是一定的 那第二个特性它的轨迹是一条直线 那我们看它的原因 等加速度直线运动就是代表它有一个平行 而且是一个固定的力的一个作用 比如说假设这个运动体它本来是往右边在运动 这个v0是它没有加速之前的速度 但是因为它受到一个同方向的一个力的作用 那因为这个力的方向跟它这个运动的方向是相同的 所以它所产生的加速度呢 也跟原本的运动方向呢是相同的 所以它就开始加速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它本来的速度呢是每秒钟100公尺 那因为这个力所产生的加速度呢 是每秒平方10公尺 那表示它每隔一秒钟它的速度呢 就会增加10 所以10秒钟以后呢 它的速度就可以达到每秒200公尺 那如果是一个反方向的作用力的时候 它是一个反方向的作用力 比如说它本来确实是往右边在运动 但是在这个方向给它一个作用力 最明显的这个刹车的那个例子 摩擦力的方向跟运动的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我们还是举刚刚那个例子 比如说它本来的速度是每秒100公尺 往这个方向 但是这个地方呢 因为这个作用力的关系呢 它产生一个每秒平方10公尺的加速度 但这个加速度呢会造成它减速 因为方向跟它相反 所以它每隔一秒钟 它的速度就会减掉10 所以10秒钟以后呢 它的速度就完全达到0 达到一个静止状态 这个单元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